她出身高貴,所以這個女主角的名字叫Eliza 然後這個女主角的名字呢 她是一個叫Samson和Galiad 這個女主角她幹了什麼呢 就是說有一個男的,那個男的他力氣特別大 他經常迫害女人,他力氣特別大 然後呢,但是呢,她的所有的力量都在她頭髮裡面 所以那個女的呢,趁她睡覺的時候就把她頭髮剪掉了 把她頭髮剪掉,就把她的力量給拿走了 所以這個黑女人呢,她就是那個女人的名字 她就引射了什麼,她在幫Eliza救這個水魚 所以她是把壞人的力量拿走的那個人 但是呢,這個人呢,她完全知道他們倆 她在幫他幹事情 所以她就跟他說,我知道 你知道這個故事的結局是什麼 後來那個大力士她又得到了力量 她又把他們給那個 她又得到了力量 所以她就跟他說,我完全知道你在幫他做事 所以這裡面的對話有很多隱喻這個故事的意思 好 好,那個 呃,我們說那個 呃,這裡面,呃,第一,你有沒有看到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第一 在Beauty and the Beast以後 我們說那個男主角是變成了那個王子 然後呢,所以是變成了王子 然後這女主角呢,就才跟她結婚 然後這裡呢,沒有 這裡呢,是這個女主角跟這個 跟這個水魚呢,到了水裡 就說她被跟她走 然後就從另外一個意思 你們要看很多電影 看King Kong也好,看很多電影也好 那個,最後通常是我們人類就說要殺這個 殺這個水魚,就殺這個魔鬼 不應該講魔鬼,殺這個怪獸 然後呢,在這部電影裡面的那個 那個男主角也拿著那個槍也在殺她 但是就說,怎麼打,她都打不死她 那人就說,哦,原來你是,原來你是神 你是上,你是神 所以就說明,從這個電影裡面 也是那個導演的一個翻版 就說,以前老是我們人類勝利了 現在呢,不是,而是這個水魚勝利了 就說,我們不能看見跟我們不一樣的東西 就覺得我們要把它殺掉 而是應該對他們有一種尊重 也許他們在這個水魚 它有另外一種力量 這種力量是我們所沒有的 這也是導演的用意 還有,這個女主角 她回去了以後呢,她不是 她之所以不會說話 她脖子裡有一個傷疤 然後這個傷疤等她回到水裡呢 那傷疤就變成了塞 所以呢,她就會 她就變成一個兩性動物 所以說,她也許本身就是從水裡來的 只不過呢,她上到肚地了 這個,就是,她的傷疤 反而變成了對她有利的東西了 這也是導演的用心良苦 所以她後來,她是到水裡去了 還有一個細節就是 有沒有看到她掉了紅色的高跟鞋 這就是一個故事 就是說,美人魚 我們知道美人魚她愛上了一個王子 但是呢,她要把那個尾巴變掉 變成兩條腿 她怎麼辦 她就跟魔鬼做了一個教育說 她放棄她美麗的聲音 然後呢,只要你變回五兩條腿 所以她就,美人魚是後來是不會說話的 但是美人魚呢,有了兩條美麗的腿 她有了兩條的美麗的腿 她可以穿 她就,她唱歌 她就說,我羡慕那些人在街上走啊 就說,所以,現在我們的美人 就是我們的女主角 她把鞋子脫掉了 就說,她現在放棄了 以前是水裡的人 就說是外面的動物 要做人類 他們要放棄自己做人類 現在是我們人類 要回去做他們 所以她把那個 所以她在這裡 她把她的高跟鞋脫掉了 是有這個影域 那個導演在這裡也就想告訴我們 我們並不一定 每個人都要做這個社會 覺得我們應該做得完美的人 我們完全可以做一個 保留我們自己 做我們,做我們自己 我們不一定要 give up give up我們最珍貴的東西 那最珍貴的東西是你的聲音也好 是你的事業也好 是你的理想也好 我們並不需要give up我們自己 去做一個別人 我們完全可以做我們自己 只有當你做自己的時候 你也可以找到愛情 你也可以找到你自己 你的缺點可能也變成了優點 我想,這是那個導演的 非常深刻的那個什麼 然後好萊塢為什麼要給她得獎 一個我們看到拍這部電影 這個電影他們叫Dried Shot 他們並不是在水裡 他們是空中掉了兩個繩子 然後他們是浮在空中的 然後底下是有電風扇吹起來 所以她的裙子在飄 拍好以後 再把那個水泡的那個動作 再把它重疊起來 所以這部電影拍的時候 也花費了很多力氣 然後那個水魚的那套衣服 就花了兩年的時間設計 所以說從這個演技也好 我們說這個女主角Elisa 她要演一個那個形象 不會說話 有很大的挑戰 然後水魚她穿的那個水魚的衣服 她要表現 她所有的感情是用肢體語言表達 因為她臉上都被化妝了 然後好 好 那個好萊塢 為什麼要給他們一個得獎 好 第一點就是說 好萊塢是可以說 是一個有點像那個 就是說 是一個協會 是電影的協會 他們通常的講 那個講的是獎勵他們自己 在這部電影裡面 有很多對於電影的借籤 就是說以前的電影的借籤 就是說那個reference point 所以懂電影的人看得懂 當然我們不懂電影的人 我們看熱鬧 我們也可以看下去 還有一點 那個好萊塢 所以說從這個導演的手法上 就是說只有懂電影的人 才知道這裡面借鑒歷史 然後這個拍攝有多難 這演技有多難 他們就是說從內行的角度 他們知道這件事情有多難 並且從外行的角度 因為這部電影就是說 是一個好萊塢也想向世界表明 因為他們是一個潮流 他也想說第一次他們給了這麼一個獎 是給了一個 就讓大家知道就是說 我剛才講的定義就是說 接受別人擁抱這個 跟我們不一樣的東西 所以這也是好萊塢想通過這部電影 說的一個傳遞的信息 傳遞的信息 謝謝